聖火在運動賽事上 它象徵的意義是和平 是光明 是一種祝福 那從9月23號 黃偉哲市長在關直林 取大地之火 我們水火同飲之火 作為我們這次聖火的母火 同時在台灣歷史的窗口 安平古堡 那引燃了聖火 那今天非常慎重的 特別在我們岩平俊王池 在這裡做祝福祈禱的儀式 準備開始做我們22個縣市的 一個聖火傳遞的一個宣誓 那在鄭成功 岩平俊王池這邊 來辦理這個儀式 主要是象徵一種 成功啟航的一個意義 那也希望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儀式 能夠把滿滿的祝福 帶到我們所有的一個縣市 那這次因為配合台南400年 我們這一次的聖火傳遞 也都請各縣市尋找了他們最具在地 特色的一個古蹟景點 來作為我們聖火傳遞的一個地點 那同時也希望是一個文化之火 能夠來守護我們台灣的一個 所有的文化 所以這一次的聖火傳遞的工作 其實是非常非常具有意義的 所以不管是外島本島 其實我們都會去做所謂的 傳遞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那也歡迎10月21號到10月26號 全國的運動好手都能夠來到台南市 這個112年的全國運動會上大展身手 就知道我們我也會去做 接觸的很多事情 這個工作是非常非常好 當場地的雇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